為基解密創辦人亞桑杰 因公開美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 戰爭期間機密遭通緝 近年關在英國監獄 美國不斷希望引渡回國受審 現在再舉行聽審 若回美將面臨十多項罪名 各國出現聲援啞桑杰聲浪 南韓一萬三千名住院醫生中 近九千名住院和實習醫師 集體請辭展開罷工 抗議政府擴大醫學院名額 五大醫院取消三成至五成手術 傳出醫科生也集體休學 巨客潮正在蔓延 全美遊民人數創新高 九成加州街友表示 高房屋成本是最大障礙 十年來非裔美國人擁有房屋比率 攀升1.6% 亞裔大增6.1% 屋主在種族間差距也變大 波蘭農民在邊境鐵軌等地 侵到烏克蘭古物 拖拉基堵塞高速公路 全面封鎖烏克蘭邊境 全國交通大亂 抗議歐盟免除烏克蘭食品進口關稅 日本東京都營地下鐵增建月台門 透過QR Code掃碼就能打開閘門 省下99% 近20億日元經費 而民谷物地鐵為了節省成本 去除實體時刻表 改用手機QR Code掃描 觀眾朋友晚上 歡迎來Focus全球新聞 今天頭條我們選擇的 是您還記得維基解密創辦人嗎 維基解密創辦人亞森傑 現在已經52歲了 他當時公開美國在伊拉克 阿富汗戰爭期間的機密遭到通緝 現在時間回轉 那已經是06年的事了 美國最近希望引渡回國受審 他在2006年建立了揭秘網站 維基解密 2010年發布一系列解密事件 當時包括了美軍 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虐求行為 當年年底 國際刑警組織就針對亞森傑 發布了國際逮捕令 他向倫敦警察投案 否認一切指控 2012年 亞森傑他到了厄瓜多 駐英國使館 尋求政治庇護 之後他在使館足足住了7年 2019年他被驅逐 驅逐的原因是醜聞 然後跟英國達成了一個逮捕協定 於是他被捕 倫敦警察廳進入了厄瓜多 駐英國大使館 逮捕了亞森斯 關押在倫敦監獄 美國同時起訴了他 2021年英國駁回 美國引渡亞森傑的請求 但是美國不斷不斷提出引渡上訴 現在英國法院舉行最後一次引渡審理 如果他被引渡回美國 亞森傑會背負18項罪名 罪名全部成立 徒刑將高達175年 而律師也會上訴到歐洲人權法院 歐洲已經出現對他的聲援潮 英國皇家司法院外 20號早上8點鐘打拼民眾聚集 他們高舉標語 手拿維基解密 創辦人亞森傑的照片 為他加油打氣 為期兩天的引渡上訴 預定早上10點半開始 外界關注52歲的亞森傑 是否會現身 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引渡聽證會 為期兩天的辯論 將決定他是否可以上訴 一旦失敗 就會啟動引渡程序 他可能在28天之內 被引渡到美國受審 亞森傑在美國面臨18項刑事指控 每一項罪名都可能被判處 約10年徒刑 如果罪名全部成立 他將面臨175年徒刑 形同終身監禁 亞森傑引渡案的兩極意見 揭秘是報導真相 捍衛新聞自由 但竊取國家機密 是否已經超越新聞倫理的範疇 接了2007年 美軍在巴格達如何朝一群人開火 殺死其中包括 兩名路透社的攝影和工作人員 2010年在美國華府這場記者會 讓亞森傑與危機解密 瞬間爆紅 但這還只是開始 同年他再公布 美軍阿富汗戰爭機密文件 包括誤殺平民等醜聞 這批機密文件提供者 美國陸軍情報評析官曼寧 2010年被捕入獄 2017年獲得10任總統 歐巴馬特赦後獲釋 亞森傑則因為泄露 美國機密資料 持續遭到通緝 加上瑞典突然傳出一名女子 對她的性侵指控 2012年 她躲進了厄瓜多駐英國大使館 亞森傑在厄瓜多使館約五平大的房間裡 一待就是七年 雖然養了一隻貓咪陪伴 但後期傳出她的精神壓力 導致行為失常 讓厄瓜多使館忍無可忍 考慮將她驅逐 2019年 她被英國警方強行逮捕 以違反假釋條件為由 關押在倫敦戒備森嚴的貝爾瑪舍監獄 美國司法部立刻針對泄密事件 展開法律戰 要求英國政府引渡 20號引渡聽證第一天 法國巴黎出現大批支持民眾聚集抗議 呼籲英國法院捍衛公民知的權利 希望英國法院別因此開了不好的憲例 西班牙巴塞隆納民眾以行動去支持 呼籲釋放亞桑傑 德國柏林有名中到醫美大使館間排成一條人鏈 呼籲兩國遵守人權法 美國當局保證不會讓亞桑傑遭受危急身心健康的嚴厲對待 讓亞桑傑最後的法律戰越來越不利 不過律師團隊已經做好準備 一旦被否決 就會上訴到歐洲人權法院申請干預 透過第39條規定不許航班升空 這場引渡大戰恐怕還有更多法律戰要打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持續關注 而美國現在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是美國總統大選 這是今年的大選年 2024全球大選很多 而選舉年裡面呢 我們曾經算過大概有40場選舉 但是各國現任的領導人 在選舉前夕民調都不高 這已經成為全球的普遍現象 我們看到美國總統拜登 11月尋求連任 他的支持度一直突破不了四成 而英國的現任首相蘇納克 支持度只剩下24% 拜登選情告急已經好長一段時間了 讓副總統賀錦麗的角色分擔得更吃重 民主黨的支持選民期待 賀錦麗能夠展現一個 可以跟川普對抗的實力 以備不時之需 而共和黨呢 川普在黨內還有一個人跟他競爭角逐提名 就是海力 海力沒有放棄過 雖然呢是幾乎毫無勝算 但如果川普因為官司被取消競選資格 那麼海力很可能就是代表共和黨的不二人選 美國總統拜登的支持度低迷 還有揮之不去的高齡疑慮 這讓搭檔拼連任的副總統賀錦麗 角色變得更加吃重 民主黨支持者對他的期待溢於言表 鼓勵他展現可與川普抗同的實力 以備不時之需 共和黨也把賀錦麗當攻擊武器 抨擊拜登健康風險太高 猛打選拜登就是選賀錦麗的口號 與前總統川普競爭共和黨總統提名的對手 前聯合國大使海力還直接跳過拜登 把賀錦麗當對手 賀錦麗三年多的任期 大多扮演為拜登畫龍點睛的角色 如今她的任務大大升級 除了代表總統頻繁出席國際會議 也全國跑透透幫拜登雇基本盤 還負責吸引年輕人 爭取非裔和拉丁裔選民的支持 墮胎權是她攻擊川普的第一炮 讓我們非常清楚 誰是責任的 前總統川普 手選擇 手選擇 三個聖室的法律 因為他想讓他們抗拒 民生相關的政策最能打動選民 賀錦麗在賓州批斯堡的造勢會上 宣布了拜登政府58億美金的 乾淨水投資計劃 獲得民眾的支持 你能相信 美國的美國 那還不完全不確定 所有人 不過很多民主黨的選民認為 拜登持續打川普恐慌牌 第二任端出的政策不足 流失掉不少支持者 海利與賀錦麗有個共同點 就是都處在一種候補狀態 對手川普面臨多項刑事起訴 很可能喪失競選資格 海利希望自己是取代川普的不二人選 南卡羅來納州將在周六舉行初選投票 這裡是海利的本命州 他也擔任過州長 但可惜支持度卻落後川普35% 就連之前曾受海利提拔的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 提姆什考特也轉向支持川普 共和黨初選還未投票的州 海利的民調也滿盤皆輸 幾乎沒有勝算的他仍堅持不放棄競選 海利也對川普開炮 表示不怕被川普報復 他不需要親吻國王的戒指 藉此暗奉黨內同志畏懼川普向他俯首稱臣 川普也拿海利的家人做文章 質疑他的丈夫國民衛隊少校麥克海利 為什麼沒有陪他跑競選行程 海利也立刻回籍 表示丈夫被外派到非洲 在國民衛隊服役一年 他是為國家服務才會缺席 談到另一半 海利也難掩激動 川普已經不是第一次在競選中 抨擊現役或退役軍人 海利抨擊川普不應該有這樣的行為 對軍心士氣是一大打擊 TVBS新聞總和報導 好 接下來鏡頭要轉到歐洲 來看的是歐洲的農民憤怒蔓延 這次看到的是波蘭 波蘭有農民群集的示威行動 他們在邊境把烏克蘭 要運到歐洲的穀物都倒到地上 最主要原因是不滿 歐盟免除了烏克蘭食品的進口關稅 造成農民在境內非常難競爭 另外他們把所有的烏克蘭過境點 憤怒農民都全部封鎖 各地的鐵路 港口全部都封鎖 貨物大卡關 波蘭農民的憤怒持續蔓延 一列列載運烏克蘭穀物的列車 在穿越波蘭邊境時遭到攔阻 農民把車上的穀物全灑在鐵軌上 抗議來自烏克蘭農業的不公平競爭 俄烏開戰以來 歐盟減免烏克蘭股無關稅 再加上成本上漲 以及歐盟對抗氣候變遷的政策 都讓農民越來越難以生存 農民強調並非是反烏克蘭 但必須制定出一套較能接受的機制 這場波蘭農民的全國示威行動 從2月9日開始 誓言將持續30天 在20日這天 農民更把抗議力道全面升級 眼下幾乎所有烏克蘭的邊境 通通遭到封鎖 還宣布將阻斷鐵路、港口等 其他交通收納、大量貨物卡關 波蘭一直是烏克蘭最堅定的盟友之一 但邊境的抗議活動導致兩國關係緊張 烏克蘭的卡車司機也發起反示威活動 在三處過境點停放一排排卡車 掛上封鎖烏克蘭 是背叛歐洲價值等標語 預計一路持續到3月中 波蘭新的清歐政府 對農民的訴求表示支持 但敦促不要採取可能損害 基辅應對戰事的行動 烏克蘭當局也表示 透過東歐出口的農產品 並沒有損害歐盟市場 喊話封鎖將威脅國防能力 反駐俄羅斯達成目的 我們認為這些政治遊戲 都不會無法理解 不無法理解 不無法理解 歐洲其他地方的農民也同樣不滿 希臘農夫從全國各地集結 開著拖拉機在週二抵達首都雅典 根據警方估計 至少有8000位農民 130輛拖拉機參與了這場 位於憲法廣場的示威行動 數週以來 希臘農民持續對高能源 以及極端氣候造成的農損發起堵路抗議 上週希臘總理會見工會代表率先對農民讓步 決定提供更便宜的電力 並且延長農業燃料的退稅政策 但農民似乎還是不滿意 希臘當局表示自2019年以來 農民已經從自然災害造成農作物損失 獲得了超過10億歐元的補貼 考量到財政預算 無法滿足所有農民的需求 但願意持續溝通 TVN新聞總和報導 國際戰爭已經要兩年了 從西方來的 特別是美國的軍員明顯減少 總統澤倫斯基不斷公開喊話 那麼希望川普能夠訪問烏克蘭 然後也希望川普不要再策動美國共和黨人 阻擋國會的援污法案 普京的政敵納瓦尼在獄中猝死 國際震撼 納瓦尼的胞弟也被通緝 現在下落不明 納瓦尼的母親敢赴北極圈監獄 但是死沒有見失 俄羅斯當局拒絕發還納瓦尼的遺體 在莫斯科 因公開向納瓦尼致哀而被捕的民眾 五天來已超過400人 其中三分之一已被判刑 納瓦尼一雙尤利亞的社交媒體X帳戶 2月20日一度遭停權半小時 事後X平台聲稱防御機制錯誤 俄羅斯國家通訊社塔斯社報導 納瓦尼的胞弟奧列格近日也被列為通緝犯 下落不明 確定行蹤的是這位老夫人69歲的路德米拉 她頂著低於攝氏零下25度的超低溫 趕路3000多公里往北極圈 為了領回兒子納瓦尼的遺體 但跑了兩三個地方都無所獲 只能悲傷地開口向仇人普親哀求 我必須不忍耐出身體 2020年納瓦尼曾遭毒害 幾經波折才能赴德國治療搶回性命 如今納瓦尼的遺孀指控 俄羅斯當局不歸還遺體 是在等待毒殺激政消失 俄羅斯獨立媒體Mediazona 取得道路監視影片 發現警車隊護送一輛乡行車 駛離關離納瓦尼的IK3聯邦監獄 克里姆林宮同時也拒絕接受 國際調查納瓦尼猝死案 就像納瓦尼的父母是烏厄聯姻 西班牙比利亞霍約薩這個社區 佔很大比例的烏厄兩國僑民 也還能和諧相處 但2月13日這起命案 必須跨國合作調查 2023年8月 駕駛俄軍MI8直升機 叛逃到烏克蘭哈爾科夫的正駕駛 現年29歲的庫茲米諾夫 沉失在社區地下停車場 西班牙警方卻表示 死者是33歲男子 遭亂槍打死並被車碾壓 兩名嫌犯逃走的車子 在附近城鎮找到已被焚燒 叛逃前把家人都送到烏克蘭 事成後還領了50萬美元獎金的 庫茲米諾夫 當時說自己討厭 被迫參加侵略戰爭 但為何沒有待在烏克蘭保護之下 而知道了花15萬歐元買屋 就能得到居留權的西班牙 有一點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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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歸入歸入歸入 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必須在這裏思考 開了很多的路 我們在後來看 投誠記者會上就表示想搬去歐洲 但俄羅斯當局一向全球追棄背叛者 有證人表示 知道庫茲米諾夫最近邀請前妻來訪 但之後就遭遇不測 也有人猜測這是故步一陣假死 讓他能徹底換身份重新生活 烏克蘭的利維夫 這位傷心的母親也希望 若兒子只是在遠方生活 該有多好 認真的面對墓碑 對著先去另一個世界的親人說話 墓園裡盡是傷心的女人 納塔利亞的丈夫原本可因為 子女多知三位免去徵兵 但考慮再三仍然上前線保衛國家 如今納塔利亞獨自帶著三個孩子 面對餘生 仍然覺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並沒有錯 但烏克蘭軍隊現在已經兵疲馬困 前線將士無法輪修 徵兵戰也冷冷清清 參軍者有時一天只有各位數 各界分析都認為 若不是美方軍援武器 因為國會預算卡關無法到位 烏軍不至於陷入如今的窘境 烏克蘭總統 泽倫斯基也公開邀請川普訪屋 希望證明情勢緊急 但目前為止川普看似就是努力讓自己的勝選與普京的連任同步發聲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接下來我們一起去Focus現在正在亞洲登場的亞洲最大型的航空展 新加坡航空展 六天的航展裡面已經出現了一個熱門話題 就是中國大陸國產自製的客機C919 第一次放羊 第一次出國門參展 另外還表演了飛行秀 那麼表現也許不錯 第一天就獲得了新簽的訂單56架 但是簽約的大部分都是大陸的自己人捧場 而歐洲空八派出了A350 1000出場飛行 美國波音公司這次客機缺行 實在是太多的接連客機事故乌云罩頂 所以沒有派出商用飛機參展 大陸國產大飛機C919首次出國門展演 參加兩年舉辦一次的新加坡航空展 出場秀飛行中規中矩 但話題熱度卻被大陸媒體吵到最高點 此刻正在空中翱翔的 就是我國自行研製的 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 單通道幹線客機C919 藍天白雲下 C919展現出了流暢的機身設計 和輕盈的飛行姿態 此次參加新加坡航展 也是C919國產大飛機 首次飛出國門 在世界舞台上亮相 強調C919採用最先進氣動設計 推進系統和材料 碳排放低燃油效率高 目前在大陸境內執行商飛任務 都相當順利 C919的飛行技術狀況是非常穩定的 然後安全運行的數據也是良好的 從2023年5月28號我們雙面運營開始 一直到2024年的1月31日 我們C919已經 然後已經運載了11.6萬次的旅客 這回一共有兩架C919到新加坡參選 生產商中國雙飛還帶了三架 載體支線飛機ARJ-21組團要招攬買家 儘管C919成功引起關注 新加坡航空展首日獲得新錢訂單56架 不過捧場的還是四家航空公司 西藏航空與中國商飛簽署40架 C919高原型和10架ARJ-21高原型飛機訂單 河南民航發展投資公司則是簽署6架ARJ-21衍生機型訂單 在C919基本型的基礎上 通過縮短機身和實施高原改裝 滿足高原地區運輸要求 座位數為140至160座 起降性能滿足中國區域內全部高高原機場 今年是C919的集中交機年 除了中國東方航空要繼續交機 還有中國國際航空 中國南方航空和金鵬航空 將迎來首架C919 其中金鵬航空將成為首家運營C919的民營航空公司 為我們將來建設航空強國出入了非常大的信心 C919代表著大陸對民航客機市場的野心 不過眾所皆知 C919雖然號稱大陸國產引擎等零件主要 還是從西方國家進口 加上商用準飛證到目前也只有大陸發出 相較C919的保守飛行 就回新加坡航空展上歐洲空中巴士派出A350-1000 出場飛行秀就來個大角度轉向 展現飛機高性能 至於美國的波音公司 因為先前接連出現客機事故 就會罕見缺席 美派上用飛機參戰 本次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展台上涵蓋了戰鬥機 教練機 直升機 無人機 運輸機 特種飛機 應急救援裝備等 七大具有高技術水平和廣泛市場前景的 軍民用飛機 搶站客機市場外 大陸在新加坡航空展上 小手機肉 戰機模型一次排開 在戶外實體機則是擺出號稱 中國版阿帕器直10M1 武裝直升機 新加坡航空展是亞洲最大型的航空站 這回展期共六天 預計有超過五萬人參觀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接下來我們關注一下 在洛杉磯有多少遊民 這是一個不管是求學 商旅 或者是定居 移民 都有很多台灣人的地方 全美國無家可歸的人口 現在創下了美國歷史上的新高 其中三分之一遊民都在加州 疫情的時候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 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露宿街頭 而經過調查 在加州的這些街頭街友 有九成人都說 最大障礙是因為他們再也住不起房屋了 洛杉磯當局是從2022年底 推動了一個叫做室內安全的計劃 目標是要把街頭這些帳篷都拆除 然後把街友安置到臨時房 計劃實施的第一現場 我們就先帶您去看 清除紮營地點的雜亂 同時把住在帳篷內的民眾給請出來 這是加州洛杉磯當局 處理皆有問題的第一現場 地旁待命的巴士則是要載著他們 前往能暫時遮風避雨的落腳處 這是由洛杉磯市長巴斯發起 一項叫做室內安全的旗艦企劃 顧名思義就是要拆除這些帳篷 把無家可歸的民眾安置到室內 根據一份最新 對加州數外民皆有做的試調 有將近九成的受訪者指出 搬進永久住家的最大阻礙 就是房屋成本過高 且當中大多數人都表示 確實想脫離露宿街頭的生活 我們有約9000孩子 在洛杉磯市長 有些人都在學校 有些人都在學校 但有些人都在車廂 一名的不住家人是市長 高租金 低收入 招房子已經不容易 還加上當中有些人沒有身份證 曾有被驅逐的紀錄 或者還處在某種成癮 有生理或心理健康問題等 2023年曾經歷過流落街頭 一個晚上的美國民眾 人數就大增12% 部分是因為疫情補貼計劃告一段落 當中每四人就有一人 是這輩子第一次無家可歸 美國最新一份醫學期刊就公布 曾在疫情期間被趕出家門的租客 面臨到更高的死亡風險 所幸自2022年12月推動室內安全計畫以來 已經有2000多人搬進臨時住屋 但只有329人落腳永久的家 不過在巴斯就任市長後 這項計畫已經燒掉洛杉磯 5300多萬美元的成本 但當局反駁 經費都有妥善御用 並點名消防部門去年光是處理 跟街友相關的事故 就花了近1億2500萬美元 另一份參考數據則是以族群來看 美國人擁有房屋的比例 當中非以美國人的住房自由率 在過去10年只成長1.6% 和白人的差距不斷拉大 亞裔和西班牙裔則是顯著成長 當中亞裔增加了6.1% 被通膨推高的還有種種民政物價 一般大眾的消費狀況說明一切 週二 零售大廠沃爾瑪公布第四季 截至1月為止的業績表現 獲利和銷量持續強勁 顯示還是有許多民眾尋求折扣和優惠 另外也調高今年全年猜測 並宣布10年來最大的加發股息計畫 激勵沃爾瑪股價一度大漲6% 這間零售龍頭還同意將以23億美元買下智慧電視製造商 以強化高利潤的廣告業務 另一項引發高度關注的收購案 則是由股神巴菲特投資的金貨公司 宣布要以全股交易的方式收購知名的 美國信用卡發行商Discover 交易價值超過350億美元 Discover也有點不普遍 因為其他銷卡的供應員 它有自己的支付系統 而在自己的網絡 Capital One會把錢賺錢 增加了它的利益 兩大美國信用卡公司合體 目標打造一間跨國支付龍頭 對抗Visa 萬事達卡等勁敵 並正面迎戰花旗集團 華爾街則持續緊盯晶片大喘揮打 週三盤後才要揭曉的最新第四季財報 但已經讓前一天的美股冷汗直流 三大指數全面收黑 又以納斯達克跌幅最深 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比特幣 則是在最近幾週的兇猛漲勢下 一舉突破5萬2千美元大關 市值重回1兆美元 TVV的新聞綜合報導 接下來我們來關注南韓的國家危機 南韓上百家醫院超過8000名 實習住院醫生集體罷工辭職 他們都是不滿 南韓政策決定要擴大 醫學院的招生名額 在文在寅政府的時候 那已經是14年前 提議10年醫學院名額增加到4000人 那時候醫界罷工了一個月 今年2月6日 影席院再度宣布 全國醫學院招生名額增加65% 因為基層醫生不夠 醫界強力反對 20日全韓上百家實習醫院 超過8000名的實習和住院醫生 集體辭職 首爾五大醫院因此取消了 三成到五成手術 韓國總統隐席院態度強硬 韓國的福祉部 現在針對6000多名醫生 下達立即復工令 違者會被吊銷執照 韓國醫療第一線本週陷入一片混亂 根據韓國保健福祉部 全韓百家實習醫院 共8816名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辭職 相當七成一的實習住院醫師大出走 抗疫政府的醫學院擴招政策 首爾五大醫院因此取消 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手術計畫 許多急診室也人滿為患 韓國政府決定 從二零二五學年起 把醫學院招生名額 從現在的三千 擴增到五千 是時隔二十七年來 首次擴大醫學院招生規模 增幅超乎外界預期 官方指出 韓國人口快速高齡化 再加上基層醫療難 地方醫療體系面臨崩盤 因此決定擴招 但醫界強烈反對 直指政府片面宣布擴招 大學根本還沒準備好 也會破壞韓國醫療體系和服務品質 從上週起 韓國各地醫生團體就走上街頭 甚至聚集龍山總統府外抗議 批政府在四月國會選舉前 草率作出民粹的決定 預告將集體罷诊 韓國總統尹錫悅則強硬回應 表示醫界鬥不過國民 醫療跟國防治安同等重要 不會放任醫界集體行動 實習住院醫生是各家醫院的主力軍 當中六到七成出走 讓醫院被感壓力 韓國福祉部已經接到上百件患者投訴 各醫院紛紛投入專科和主任醫師 來填補急診和夜班值班空缺 根據韓國蓋洛普民調 76%的民眾認為擴招政策利大於弊 贊成擴招的主要理由是醫生短缺 韓國衛生當局指出 2022年韓國5200萬人 每1000人有2.6名醫生 遠低於OECD經濟合作 及發展組織平均的3.7 是以開發國家當中最低 到2035年 醫師人力缺口將達15000人 贊成擴招的人認為 醫生主要是擔心改革影響他們的薪資及社會地位 韓國福祉部已經對6100多名醫生下達立即復工命令 根據韓國醫療法 政府可因公衛考量 責令醫生復工 違反命令者 可能面臨最高3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3000萬韓元 相當台幣71萬的罰款 行醫執照也會被吊銷 週三 韓國法務部行政安全部大檢察廳和警察廳 大動作開記者會 表示將以逮捕調查原則 延辦拒絕復工 挑撥一屆非法集體行動的人 大韓醫師協會則痛批 政府對出走的實習 祝願醫師下達復工令 打壓力度 簡直喪失理智 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日本有好多台灣觀光客 這次到日本商旅 或是單純的觀光旅遊 地鐵很不一樣了 有的時候是拆掉了傳統的時刻表 你找不到那就要掃QR扣 有的是原來沒有月台安全閘門的 突然裝上了月台門 而且運用的是極為省錢的辦法 鐵道迷興奮的當眾大吼 慶祝自己搶到投降 北路新幹線宣布 3月16號石川縣金澤至福井縣敦賀 將正式通車 從東京到福井可縮短30分鐘 最快車程只要2小時51分鐘 再往南一點的敦賀 每天與東京會有14班直打車 最多可省50分鐘 大約3小時就能來往 讓距離不再是北路觀光的問題 未來前往日本旅遊 利用鐵道規劃行程將更便利 不過若是遊玩民谷屋 可得注意這個新訊息 民谷屋市營地下鐵表示 修改傳統時刻表 單一路線的更換成本 就要好幾百萬日元 相當耗費預算 因此決定逐步淘汰 3月前撤除部分路線 月台上的旧型時刻表 改為請乘客自行掃描QR Code 查詢班次 市場地下鐵是很嚴重的 経営状況是持續的 乘車人員是有回復減逆 但是疫情侵状況是持續的 疫情侵状況是持續的 経営状況是否可以進行 企業為了開源節流 必須諸多取捨 但公共運輸安全 可不能被犧牲 在金錢與安全之間 東京的督營地下鐵不做選擇 靠著科技兩樣一把抓 督營地下鐵宣布 全線106個車站 已完成月台門增建工程 提升整體達成安全性 讓市場者不用再擔心 衰落鐵軌 ホーム上の転落事故 というものを何とかしなきゃいけない 誰しも朝家を出て電車に乗って 帰ってこないということは想定し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私たち視覚障害者にとって これまでずっと駅ホームを利用するのは やはり欄間のない橋を行くようなものだ 視覚障害者を含めた全ての人たち 駅利用をする人たちの安全を守るために 要把所有乘客平安送到目的地 改建費用可不是開玩笑 一半月台門系統的啟動機制 是透過門檔與列車的感應器 互相讀取訊號同步作用 但是加裝列車端的感應器 少說得要20億日圓 壓力過於庞大 督營地下鐵於是改用新方法 在車門貼上QRコード 近站時月台上方的鏡頭 會辨別車門動作 再及時控制門檔開關 整個工程只需要加裝攝影鏡頭 印刷QR碼 粘貼 費用從20億減為270万 幾乎省了99.9%的成本 多銀地下鐵的QR碼月台門 讓其他鐵道公司 猶如看見曙光 守護乘客不必再為經費傷腦筋 只不過日本電車四通八達 許多車站結構不適合增設門檔 整體鐵道運輸安全的升級 種種難關還有待克服 體育越新聞綜合報導 同樣在東北亞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最近收到一份大禮 普清送他俄羅斯高級轎車 北韓官媒報導 領導人金正恩收到普清送來的大禮 外界推測車型應該是俄羅斯 高級車品牌AURUS 又被稱為俄羅斯的老斯萊斯 因為去年訪問俄羅斯 金正恩就對普清的總統 坐車感到興趣 愛車出名的金正恩 顯然會喜歡這份禮物 除了兩國族人之間 積住了特別的親戚關係 堅定的證實 並且是最好的禮物 並且說 北韓跟俄羅斯關係越靠越近 這個月還開放俄羅斯人到北韓旅遊 首批旅客到訪 北韓特地鋪上紅地毯迎接 這群的一群人 相信是第一次遍疫情的旅客 首次訪問北韓的俄國遊客 有機會一窺這個神秘國度 覺得很新奇 我當時聽到這個旅程 這群遊客是從海參威搭乘北韓唯一的航空 高麗航空 飛往平壤 可見北韓和俄羅斯雙方都有極大意願 加強交流合作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一次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下一次同一個人的 嘢,請教我 一定要在等餐 我們下一次 請教我們下一次 喔,我們下一次 你們下一次 放棄 不 你說